眼前一片白癌癌的景象 在把手伸出來 30號上午7點55分 玉山正式降雪 低溫零下1.6度 而隨著2023即將進入尾聲 回顧今年平均溫度 是史上第六暖 至於降雨時間 則是越來越不平均 並有集中在5到10月的趨勢 降雨的總量 雖然有氣候平均值的9成 但是降雨的日數 卻有明顯的偏少 今年臺灣平均的降雨日 是比氣候平均值141.7天 少了23.9天 這是從1951年以來 除了2003年的最少以外 今年是第二少的降雨日 至於這幾天要參加 跨年迎曙光活動的民眾 則需要留意東北季風的報導 北部低溫會下灘14到15度 而元旦之後天氣會逐漸變好 有機會從雲風中迎曙光 但連假開車出去玩 還是得多加留意車況 明天是連假的第二天 在北向和南下的車流 都會有一些增加的情況 國五南向往宜蘭花東地區的車流 我們預估也是從早上6點開始 就會有車流湧現 那這股車流也是到隔天的3點以後 才會逐漸得到疏解 至於其他路段 國一北向元山到大華 南向陽梅到新竹 國三土城到關西 接近中午都會有車多的情況 預計下午2點得到疏解 另外北向國一苗栗到湖口 國三關西到大溪 國五迎蘭到平林 則是在下午4點以後 會出現北返車潮 另外高工局也提醒 31號早上5點到12點 會封閉國一蒲鹽系統 西羅南向路口 同時也會封閉國五 時定到平林的南向路口 提醒民眾不要插隊 保持耐心 避免發生事故 原來希望大家收看 我特別是採訪報導 無敗 要下午 我可以封閉國五 我可以封閉國五